龟山岛是宜蘭的精神地標 而壯為永鎮海邊的龟山昭日美景 更是南洋八景之首 是宜蘭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色 而進入春耕期 位在壯為中央橋下的彩繪稻田 也即將進行插秧繪製彩繪稻田的工作 而今年的彩繪主題就是主打龟山昭日的盛景 今年彩繪主題主要是 用太平洋的龟山昭日 來做圖騰 因為今年剛才我們這邊 圓海的這個地方 有建構了兩個新的景點 相長表示東北角風管處 將在永鎮海邊規劃設置歸日之秋 而大幅海邊的大幅觀景台也已經完工 因此彩繪稻田以龟山昭日美景 與東北角風管處的觀光有趣設施 來相互呼應連結 一個就是大幅海風的觀景台 現在已經完工 另外一個就是永鎮濱海海風樓 這是兩層設計的玻璃屋形態 這個如果好之後可以讓我們海邊的這邊 去到沙秋以外 還有大幅然後沿線會陸陸續續建構一些新的景點 來行銷這個壯圍海岸 要也行銷這個龟山昭日 相當期望透過壯圍彩繪稻田龟山昭日圖案呈現壯圍 以及宜蘭縣最具有代表性的美景 打響龟山昭日國際觀光知名度 吸引更多國際觀光客前來 帶動壯圍的觀光發展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採訪報導 廣場